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雷暴天气至数十架航班被迫改将波士顿 旅客滞留遇困境 打破美国四十年垄断 中国勇将潘展乐破世界纪录夺金 波士顿萨姆纳隧道翻新完成 于今日早高峰前重新开放 哈佛代理校长遭闪光弹抗议 实验室动物权益在与争议 马州威明顿大树倒塌砸众母资料 幸福大哀 雷暴天气至数十架航班被迫改将波士顿 旅客滞留遇困境 由于东北部地区雷暴天气的影响 上周六晚间包括二十五架国际航班在内的多架来自纽约 新泽西和华盛顿特区的航班被迫改将至波士顿洛根机场 由于机场无法提供登机口 燃料或飞机服务 许多飞机滞留在停机坪上 一些旅客被困在飞机上长达六小时 期间缺乏食物 电力和卫生设施 由于附近所有酒店已满 许多人不得不在机场过夜 据报道 虽然有乘客被巴士运送至航站楼 并尝试通过航空公司重新预定行程 但有旅客表示 他们已自行处理后续旅行安排 随着恶劣天气持续至昨晚 陆根机场显示带来航班取消或延误 进一步加剧了旅客的滞留困境 打破美国四十年垄断 中国勇将潘展乐破世界纪录夺金 北京时间8月1日 中国勇将潘展乐在巴黎奥运男子100米 自游泳决赛中以46秒40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 夺得金牌 为中国代表团赢得本届奥运第九金 此外 在奥运会最后一天的比赛中 徐家瑜 谭海洋 孙嘉峻和潘展乐组成的队伍 在男子4×100米混合接力决赛中 以3分27秒46的成绩夺冠 打破美国在这一项目上超过40年的垄断 其中潘展乐以45秒92的成绩打破自己的世界纪录 这些成就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尽管潘展乐的表现遭到部分外国评论者质疑 但国际奥委会证实 中国游泳队自今年以来已接受超过600次兴奋剂检测 潘展乐本人也通过了21次检测 结果均为阴性 平凡的要件并未影响他的比赛状态 他的胜利是对此前不被看好的最好回应 中国游泳队在本季奥运会上 共获得两金三银七桶表现优异 波士顿萨姆纳隧道翻新完成 于今日早高峰前重新开放 波士顿萨姆纳隧道自7月5日起 封闭进行翻新 于今日早上5点重新开放 恰逢工作日早高峰时断前 此次翻新为期31天 是一项耗资1.6亿美元的 多年修复工程的一部分 旨在提升道路安全和气候适应能力 工程包括去除旧粒氢 修复混凝土路面 更换花岗岩路源石和排石口 以及安装新的防火板 隧道以全面重新铺设并化线 同时进行了彻底清洁 自该修复项目2022年4月以来 通行者可选择多种替代交通方式 包括免费的MBTA蓝线服务 打折和免费的水上渡轮服务 降低的通勤铁路票价和MBTA停车费 以及为居民提供的折扣通行费 目前计划在秋季进行几次周末封闭 已完成整个项目 预计所有工作将在11月底前完成 哈佛代理校长遭闪光弹抗议 实验室动物权益在影争议 哈佛大学代理校长艾伦·加伯 在校友日演讲前遭动物权利保护活动人士 布列塔尼·德雷克撒亮粉闪光弹攻击 抗议哈佛实验室对小猴子的实验 德雷克高呼为了小猴子呼吁关闭实验室 此举引起场合一片虚声 加伯则轻松回应 期望哈佛永远是言论自由蓬勃发展的地方 德雷克目前面临三项重罪和三项轻罪指控 已于初次庭审中否认所有指控 动物伦理待遇组织支持德雷克 指控哈佛医学院的马格丽特·利文·斯通 实验室残酷对待动物 而哈佛则反驳这些指控不实 此事件持续引发科研界和公众的关注和讨论 在麻州·威明顿一棵大树 昨日傍晚突然倒塌砸中一对母子 事发于晚上六点后不久 地点在7th Gandalf Way 当地消防部门表示他们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 母亲被困在树下 消防员到场时进行了紧急救援 而孩子在救援人员到达前已自行爬出 两人随后被送往当地医院 索性伤势均不危及生命 尚不清楚是何原因导致树木倒塌 当地当天有暴雨和风暴 但是否与天气有关尚无定论 此事件再次提醒公众在恶劣天气中注意安全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中国高考生直通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麦迪逊分校本科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创建于1848年 位于美国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 是一所世界顶尖的著名公立研究型大学 也是美国大学协会和十大联盟创始成员 被誉为公立长春藤大学 威斯康星大学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 2023 US News全美排名第38名 2023 US News最佳公立学校第10名 2023 TOS世界大学排名第83名 此外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有2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和12位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 他的教育学 社会学和人类学全美第一 生物科学全美第三 工科全美第四 艺术全美第11 计算机全美第12 商科全美第15 除学术强势外 该校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也非常顶尖 学校位于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 校园家在门多塔湖和曼诺纳湖之间 每年都被美国杂志评为最适宜居住的地方 2012年 威斯康星大学首次来到中国 为中国优秀高中生提供一个进入该校深造的便捷通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